大多數的朋友知道我們是搭配 我們樓下一個展覽 就是在童話故事與學科學 愛麗絲曼有奇境這個展覽 搭配這個展覽的系列講座的第一場 那總共也只有兩場 可是這兩場其實請到的都是重量級的講師 所以今天這一場的講師 是請到我們學校的我的同仁夏威章老師 那他的專長實在太令人嫉妒了 就是你既然是數學系的教授 就好好做數學就好吧 結果既然還可以去做語言中心的主任 那這個善老師的在語言方面的造詣有多高 我覺得可以請他待會兒自己跟你們說 因為聽說他的什麼什麼分數 好像是全校最高 大家自己去填控 好 所以就是跨兩個不同的領域 然後又有解出的成就 我想孫老師願意來幫我們講這場講座 我們真的很感謝他 那今天的講題也很有趣 就是我們知道愛麗絲曼有奇境 基本上是一個童話 可是他是一個數學家寫的童話故事 所以在這個故事裡面 就是童話故事裡面應該還有更多 沒有這麼表象看得出來的一些潛藏的 我們說很多梗埋在裡頭 所以在今天這個講座裡頭 我想賽老師會慢慢幫我們一一來分析 然後最後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在進場的時候應該都手上有拿到了問卷 那提醒您如果說就是今天運氣還不錯 有可能會抽到這個獎品的話 一定要記得寫名字 因為待會是評問卷上要唱名 那我們會有五份這個小禮物送給大家 然後今天我們臨時加碼 就是會有一個bonus 我們最後會請善老師選出一個 他最心有氣氣焉的就是民眾的回饋 然後那位民眾的話 我們會特別製造另外一個特殊的 特別的禮物給他 那我就介紹的部分我就談到這邊 好 那大家不管是要錄影 錄影我們已經準備了 所以不用擔心 這個講座的錄影 我們最後剪輯之後 會放在YouTube 所以如果回去以後 覺得這個講座很棒 可是你的親朋好友 今天剛好沒有空來這邊參與的話 你可以直接上網 我們再點選 就可以看到這個講座精彩的回顧 OK 好 所以最後一點提醒 就是請大家把你們的手機 關成正中模式 好 謝謝 那我們一起熱烈的掌聲 歡迎善老師 很老實的說啦 我沒有準備 我是用 因為跟科教中心的時候 所以感覺他們的火候我也很爽 等一下沒有聲音 電力太強了 所以感覺是來這個家庭聊天的方式 說一說 而且我事先知道有很小的小朋友 我們要讀英文 今天無可避免的要看一些英文 所以沒關係對不對 好 我喜歡這個態度 我因為事先知道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感覺我也沒什麼好準備的 感覺就是當作家庭聚會聊聊天這個樣子 其實我家的小孩 雖然他們在美國生的 不過他們還沒有就是六歲 一個三歲一個六歲就回台灣了 所以也不能說會英文 但是我試過他們 好像也可以就是 聽得懂那個原文書裡面的一些樂趣 圖片走 這是當年愛麗絲漫遊其境的封面 這不是1862年 18 對不起 1866年初版的第一版 這不是那一版 可能那一版沒有套彩色 那個時代要套彩色是很麻煩的 他們都是版畫 然後要至少做兩個版 一個黑白的版 一個彩色的版 那你或許會覺得這個彩色版好像做壞了 好像裡面的洋裝的顏色跟外面的不搭配 其實它是一個圍裙 其實它是弄了一個圍裙 為什麼它沒有全版的用彩色 我猜也是為了節省成本 我猜啦 那這一本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是1890幾年的時候出版的 那個時候這本書已經是紅了 不是封面了紅的意思 就是說它已經有名了 對 已經 而且其實 Karroll在那個時候應該是剛剛過世 所以這個書可能在那個時候會賣得更好 那如果已經在樓下看過我們科學展覽的 旁邊的那些 那些 那個 弟弟的奇境裡面的那些小動物 啊 在我繼續以前呢 我們再花一點點的時間 說一下 這個 Lewis Carroll 他 他是我們數學界的人 呃 他的 他的專業 數學的專業裡面是邏輯跟機率 那 但是他 呃 他的一輩子 活了時間並不長 呃 就活了六十二三歲 還沒有到 大學教授退休的年紀 就 就過世了 呃 活的時間並不是很長壽 這麼說 那他留下來的 數學呢 不是挺重要的 我要這麼說 但是他傳世之作 大家都知道 艾麗絲漫遊奇經 這本小 兒童的小說 事實上後來在 數學 科學 心理學 哲學 都有許多許多的 再創造 就是拿他的著作 再來發展 那 嗯 嗯 他在數學界 留下來的 比較 大家比較知道的 並不是他真正數學的工作 而是很多的 小媒體 很多人都做過他的小媒體 而且有很多的變形 譬如說一個 漁夫還是誰 買了一個人滑著船 他要過河啦 然後他帶了 很奇怪 一樓高麗菜 一頭羊 跟一匹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組合 就比較溫和 然後他的船只能放兩樣東西 然後如何如何 對不對 大家做過這個 這個題目 他發明了像這樣子的 這個 這種小 有趣的小問題 好幾隻 也發明了很多的 直排遊戲 文字遊戲 那麼 現在要說的事情是 他活在 1830到1890的這段時間 那麼 在那段時間 科技上面的一件 算是大事嗎 科技上面的一件大事情是 這個人不重要 科技上發明的一件大事情是 攝影 照相 照相現在已經發展到今天 在座可能每個人都可以照相 現在 那個時代的照相 也許我們在電影裡面看過 是要一個很大的盒子 然後兩片玻璃板中間 塗了一些酸性的 這個應該是 載到科教中心去說 塗了一些複雜的東西 然後 要長時間的曝光 才能夠讓 兩片玻璃板之間的材料感光 然後再拿去沖印 那麼 我非常崇拜的一位 叫Adams的 這個戶外 就是山景的攝影家 他一天出門 只能拍兩張照片 一天 就是背著所有的器材出門 那器材可能 就是兩張照片的底片 大概就五公斤重 兩張底片 所以他必須要非常非常確定 這是一張好照片 他才會按下去 像今天我們實在 就很幸福了 拿出來先臉拍五張 再說 總有一張 沒有人炸眼鏡 對不對 那個時代 這一張照片 在北光燈還沒有發明 那個要到1890 就在1840的時候 我說這個人不重要 但這張照片呢 是歷史上 存到今天的第一張照片 這是第一張照片 在1840年 或者是 那個零可能改成一或二 我不太清楚了 反正 這是最早的一張照片 那麼那個時候 我們的作家或數學家 卡羅大概十幾歲 很多的青少年一樣 有最新的東西去學對不對 所以這是卡羅的自拍像 當然這不是拿手伸出去那種自拍的 一定是有三腳架 然後怎麼樣設定好的 然後這是他30歲左右的時候 所以這是大概1860年代 也就是快要開始寫 戴麗絲麥和奇境的時候 他自己拍的照片 手上抓的是當時的鏡頭 然後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我還是直接 直接講好了這個 應該這房間還滿安靜的 很喜歡這張照片 就是很感覺得到這個人的氣質對不對 很中性 很中性 那個時代的英國可能是 有史以來英國人最輝廣的時候 最得意的時候 然後相對著我們中國是相當的不老 不高興 那是1860年代大概 我們跟他們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在1842年 就是剛剛那個第一張 世界上第一張照片拍攝的 幾乎同一個時候 我們跟他們打了所謂的鴉片戰爭 過了兩三年之後 我們簽了我們第一個不平等的挑戰 到了1860年的時候 其實法國就是所謂的列強 已經都跟我們一起討論了 太平煙火在那個時候開始 開始 對 好啦 我不要扯太遠了 但是這個 我很喜歡做時間的對照 雖然你看到這個人 是這麼優雅的在這裡 但是當時的世界 在西方或者說在劍橋附近 應該是非常優雅的生活 非常優渥的生活 然後英國人 是一個日不落帝國 只要太陽升起來 照耀的地方 就有這個大英的國土 或者殖民地 但是任何一個種族 或任何一個人成功 或者是這個得意的時候 相對的一定有別人在受苦 所以 好吧 這個不要扯太遠了 反正這個時候大概是他30歲 大約是他要開始講愛麗絲 這個故事的前兩年 他拍了一張自拍的照片 那麼我要一再提醒大家 那個時候 美光燈還沒有成熙 美光燈的技術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必須要在自然光的情況下 曝光很久 這張照片要曝光多久呢 可能要20分鐘 你們有沒有發現 看19世紀的老照片 人都很土 有沒有發現 就是每一個人都像死魚一樣 在裡面 然後也不會笑 然後面無表情 或者是表情很爛這樣子 現在你應該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要站在那邊10分鐘 給人家曝光 你能夠有多好的表情 你能夠保持笑容嗎 其實他不會再建議你笑 因為你擺著臉 比較能夠擺10分鐘 你要笑很難10分鐘 所以如果你還看過另外一齣 在幾乎同一個時代的電影 講同一個時代的電影 叫做 這是漢堡跟 跟高斯 那是誰啊 哎呀我一下忘記那個 他真的是有問題 慘了 對不起 漲良世界 對剛剛誰告訴我說 他說了 對不對 太好了謝謝 我先讀了小說 然後也看了電影 但是很多人覺得 那個電影會成分的 讓人死掉 總之 那個電影的最後 高斯跟 洪寶 那個 洪寶有兩個 兄弟兩個 那個弟弟 那個博物學家的洪寶 兩個人到了柏林的科學院 然後當時 洪寶邀高斯 合照一張照片 然後他跟高斯說 我們兩個的這張合照 一定會流傳千古 是科學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可是必須要站在那邊10分鐘 不動 才能夠拍完那張照片 大概才兩分鐘吧 高斯就說 這實在是笨死了 他就走了 呵呵 所以呢 那張照片就沒有拍成 所以我們今天看不到 然後洪寶跟高斯的合照 小說是這樣寫的 因為那個照片 就只留下一個像鬼影一樣的東西 走著 然後洪寶一個人站在那裡 嗯 好吧 所以可以想像喔 我說這些故事 是要給你看下一張 後來呢 後來呢 呃 愛麗絲邁有奇蹟 這是 愛麗絲 愛麗絲真的有那個人 他是 應該什麼都不說 好 他是 他是 我真的覺得 比較有這個 我覺得不是接受的問題 是 是 好 對對對 但是你說錄影的音標 哈哈 我忘記這件事 因為我很少 找到他 還有他 是學院的 好啦 愛麗絲是 路易斯卡羅在 那個學校裡面 他的校長 正式來說是院長 還是一個學院的院長 叫Liddle 姓Liddle 三個女兒的 找到我忘記是第幾了 反正是三個女兒之一 可能是第二個女兒 反正他們家只有三姐妹 然後 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三姐妹的照片 然後 Carol跟這個小女孩最好 然後Carol呢 也喜歡把他們裝扮一下 就像我們今天照沙龍照 就要 假裝 你就不在台灣就對了 你要在世界各地的樣子 那當時的 英國 我正在 我們知道 正在工業革命 然後 煙囪很多 然後統工的問題 非常嚴重 所以在那個時期 有一些學者 變成所謂的社會學者 或者是共產主義者 也就是在基督同一個時期 馬克思其實被德國驅逐 他那個時候人在倫敦 然後他在倫敦 發表了他的共產黨宣言 所以共產黨 其實是從倫敦開始的 我們一直以為是德國 總之 那個時候非常嚴重的空氣污染 這個牆 這是一堵牆 被煤煙燻的黑黑的 然後童工的問題非常嚴重 因為很多鄉下的人失去了他們的土地 或者放棄了他的土地 到城市裡面來尋求理想中更好的生活 然後父母親變得非常的貧窮 然後小孩子離開土地以後 到了城市 沒有他自己遊玩的地方 而且家庭就變得很奇怪的 經濟壓力很重 奇怪你在鄉下的時候 就不會覺得自己缺錢 可是你如果到了城裡 就每天都覺得自己窮 所以小孩就去工作 那個時候對童工沒有什麼保護法 所以又產生了很多 童工或小乞丐 那小乞丐怎麼來了 有可能是他父母親在掏金夢的過程中失敗了 反正也沒有人照顧 反正就是很多小乞丐 但是Alice當然不會是小乞丐 她是當時非常成功的中產階級家庭 所以這一張照片是個裝扮的照片 然後Carol把Alice裝扮成小乞丐 雖然她穿的還是太乾淨了一點 她是把衣服弄破了 然後站在一個玫瑰的牆的前面 拍下這張照片 當時也許是為了藝術 或是為了好玩 但事實上留下了一些當個 那個時代的見證 這個時候Alice大概七歲八歲 也就是1862年的7月4號 他們要開始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那個時候他們在河上面遊玩 我不太清楚是不是太無視河了 他們在河上遊玩 然後教授們都上了一艘大船 準備要吃下午茶 然後教授常常做的事情就是叫一個助教 把他們的小孩都帶走 大人在船上玩 小孩到小船上面去玩 他們自己的不要再抄我們 當時32歲的31歲的Carol 大概就是那個助教 他就被Assign要帶著所有老師教授們的小孩 到另外一艘小船去 你知道帶著小孩在小船上是非常危險的 他們會一直亂動 所以他就講故事安撫他們 就在那個船上 他開始講了Alice 掉到兔子洞裡面 看到奇怪的事情的那個故事 那為什麼挑了Alice Alice在船上 我們大概會這樣做對不對 有的時候你就抓一個小孩 就覺得特別 也許他那時候特別吵 就抓他說他的故事 然後就這樣開始了 當然在船上沒有說完全部的故事 但是這個故事顯然有效 那些小孩一直要求 還要再聽下去 所以後來在其他的場合 他要陸續的編 等他編到某種程度的時候 他覺得他自己也覺得 他的故事還蠻了不起的 然後就開始寫 1865年他把它寫出來 然後投稿 剛開始的時候 當然他是用手寫的 也沒有插圖 但是而且大家看到Alice是黑髮 但是後來出版社 把他送給了一位當時非常著名的 比Carroll大概大20歲 當時應該50歲 被封為爵士的一個非常著名的版畫家 插畫做插畫 用版畫做插畫的人 請那一位非常著名的插畫家 來負責這本書的插畫 但是那個插畫家就決定 要把他換成金髮女孩了 所以後來那位插畫家 樹立了這個小說裡面的好幾個人物 好幾個角色的形象 其中就包括愛麗絲 這是愛麗絲家的三姐妹 所以這個樣子就讓我想起來了 愛麗絲應該是老妖才對 應該看得出來了 他應該是左邊那個最小的 OK 喔對 又 對對對 我說的是畫中人物的左手 還有誰呢 好吧還有這一張也是沙龍照 你也可以說是日本風 也可以說是 不過他們當時不會說那是日本風 他們說這是中國風 你也可以說是美濃風 因為他又沒有紫傘 這也是他們家的兩姐妹拍的沙龍照 這樣子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為什麼他的攝影 其實不能說他攝影非常有名 但是有那麼一點地位 因為他在1860年代就可以拍出 這麼自然的小孩的照片 到了1890年代 我們還是看到很多照片裡面的人都被死了一樣 可是1860年他可以讓小孩這麼自然的 在鏡頭前面給他曝光 十分鐘 我不確定是不是十分鐘 但一定不是很短的時間 要不然高斯不會受不了就走了 對不對 不過高斯拍那張照片的時候應該是1850年代 還差 又早了十年 所以這個 也許技術有點進步也不一定 所以就是說很多藝術的欣賞 我們要知道他的背景 才知道他為什麼厲害 為什麼會有人覺得這是兩奇的照片 在今天來看 這一天可以拍兩百張對不對 但是那個時代就是 就是有那樣的技術限制 然後他才能夠把小孩拍得這麼自然 然後這也就可以了解到一件事 他除了可以把小孩安撫在船上以外 他可以把小孩安撫在一個攝影鏡頭的前面 他靠的是什麼呢 就是會講故事騙人 他就是可以講故事騙小孩 讓他們坐在那裡 所以他講故事的功力就是這樣慢慢出來的 他就是這樣子騙小孩對不對 好 那這是一些背景 讓我們回來 看這個封面吧 這就是愛麗絲漫遊其境的這本書 後來他太喜歡這個故事了 所以在1865年出版了這本書之後 他其實又開始構思他的續集 那這個續集到了1872年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就是從他在船上面開始做這個故事 到第二本續集出版 大概是十年的時間 第二本書就跟第一本書就非常不一樣了 第二本書叫做這個名字很長 那個時代流行名字很長的書 我特別喜歡舉這個例子 我們大家都知道達爾文 他上了一艘叫小列選號 然後走了很多很多地方 然後很多見聞 然後留下了一本書 那本書好像我們今天就叫它小列選號對不對 那本書的名字 就是當時 當時的風格 書的名字就跟摘要一樣 你讀完的書的名字 大概就是滿滿的一頁 然後你就知道這本書要說什麼事情了 反正小列選號的全名 用中文翻譯出來以後可以寫兩行 就是十號自己可以寫兩行 就是說意思就是說 某某船長開著小列選號 然後周遊到大西洋 太平洋 南太平洋的什麼什麼地方 見聞了什麼什麼事情 相對王的報告的一本書名 那他的這一本書就算是短的對不對 艾麗絲在Wonderland裡面的冒險 歷險 後一本書就是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就是透過鏡子 後面還有說 還有就是透過了鏡子 艾麗絲在後面發現了什麼 是一個很很很冗長的名字 我們大概把它翻譯做鏡中奇緣 第二本書就很不一樣了 雖然看起來還是童話 還是這個艾麗絲的這個小孩 這一次他那一次他關心的事情是 他們家有一個壁爐這麼高 壁爐的上面有一支 有一個很大的鏡子 然後他常常爬到壁爐上面看這個鏡子 他就懷疑說這個鏡子後面的那個房間 跟我們家幾乎完全一樣 對吧 只是很多東西都反過來了 但是你看鏡子的時候 你就是看不到鏡子下面 就想說那個房間的鏡子下面 是不是也是壁爐 其他地方看起來都一樣 就是看不到那個下面是不是壁爐 那有一天受不了 就一直把頭往裡面塞 不小心就掉過去了 就開始進入了那個相反的世界 然後這個相反性本來是從一些非常明顯的相反 左邊右上邊下 硬的變軟軟的變硬 然後花會說話 對 然後那個花跟艾麗絲說 其實花都會說話 艾麗絲說為什麼我們那邊都不說話 他說因為那個花床的英文叫Bed 是床Bed B-E-D 他說你們就天天翻那個土去弄那個土 你把Bed弄得太軟了 所以那邊的花全都睡著了 其實他們都會說話 你回去以後再試試看 那個床不要弄太軟 他們就會醒過來 好啦 他就一開始是這樣 後來就變成邏輯上面的 哲學上面的相反 就越來越深刻 越來越深刻 越來越不像一個童話書 越來越認真了 不過我們今天先看這個 我們樓下的展覽 大概都在第一策的這個範圍裡面 我們很多人都聽說過 艾麗絲這本書 我在數學系裡面的課也是一樣 很多人都聽過 比如說幾個原本 很多人都聽說過一些經典的書 但是很少人真的看過它 所以今天我說就是家庭聊天一樣 看我們能聊到哪裡就算哪裡 今天我在這邊秀出來的是 這本書的原 除了封面以外 其他都是1865年的原版插畫 一共四十幾幅 那個原版插畫 其中曾經失蹤了二三十年 因為當初印的時候可能 這本書也不紅 所以沒有人注意那個版畫的原版 到底被丟到哪裡去了 後來非常奇妙的是 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出現在紐約 而且是在1830年代 我們都知道那個時候 有一次經濟大蕭條 很多銀行都倒閉了 很多人從樓上跳下來 華爾街 人家說在華爾街 你要小心不要被人砸到 而不是被雨水砸到 總之在那個時候 有一個銀行倒閉了 然後後來等經濟蕭條過了以後 有人買了那個銀行的房子 那裡面倒閉的公司 絕對不會清乾淨 所有東西都丟在裡面 然後就有人開始清理 那個倒閉的銀行 清到地下室的時候 發現了一箱的版畫的原版 然後所以人家的文化 是真的很好的 清東西的那個suppose 也不會是大家一起的知識分子 應該是工人 總之那個工人 居然發現了那個版畫是愛里斯 所以拿出來 然後重新的重建天日 這個以下的版畫 原版現在是存在的 好 這個是封面禮 封面禮呢 這是後面的版畫都沒有彩色的 就是都是都是版畫 幽默的版畫 這個這個封面禮已經在 它並不是故事的第一堂課 並不是故事的第一幕 這已經幾乎是最後一幕了 就是大神探 那大家都知道故事裡面 有一個宅心仁厚的 但是有點笨 有點怕老婆的國王 這個國王的形象就是怕老婆 然後有一個 後來被描繪的越來越殘暴 在電影裡面 其實也沒有那麼殘暴 總之就是有一個皇后 這個皇后的口頭禪 就是砍掉他的頭 他看到誰不爽 他覺得什麼事情煩 就是他頭砍掉就好了 但是國王很仁厚 國王沒有真的 真的好 謝謝 國王沒有 這是國王 國王沒有真的砍掉他的頭 任何人的頭 然後他這裡下是個陪審團 然後呢 這中間是政務 這是一個法庭 當然這整個小說裡面 只是騙小孩的 所以就要讓小孩 覺得非常矛盾 其實只要有矛盾 就有快樂 就有 人家就會笑 其實有一個 幽默的數學理論 是這樣說的 就是什麼東西使人發笑 就是一個情境 把你帶著往一個地方去 但是忽然你掉了 就是你本來應該 每個人的生活經驗 人生的經驗 就是應該這樣過去 但某個地方 有一個數學中 所謂的discount 你我提 不連續 一個斷裂 到某個地方 你就掉下來了 這就會讓人笑 這是一個理論 你接不接受是 你可以再想一想 那越高級的笑話 就是越不明顯的 那個斷裂 就是越高級了 所以有人說 有人笑點低 用數學可以測量 笑點的高低就在 這個斷裂的深度 很淺的時候 這個人就笑了 這個笑點就很低 那但是深度太深 很多人會笑不出來 因為你聽不懂 這個笑話要說什麼 然後你解釋了半天 把那個斷裂的地方 解釋清楚了 那個斷裂就沒有斷裂了 就不好笑 對不對 很小的小朋友 也許這麼小的 他還不知道 好啦 我家小孩很小的時候 你只要講一個 像這樣的故事 就是有一個人 走在田坑上 然後走著走著 那邊有一個糞坑 他就掉下去了 滿身都是大便 只要講到這邊 很多小孩就會笑了 你看 為什麼呢 這就是矛盾了 人通常身上不會都是大便 對不對 你不會掉到糞坑裡去 這就是一個斷裂了 但這個斷裂 對大部分的人來說 你不會覺得 這有什麼了不起的 所以你不會笑 但是你可以試試看 很小的小孩就會笑 他這個小朋友 稍微捧場一下 稍微有笑一下 那難度高的 這個就算了不要舉例了 對不對 一些很冷的笑話 其實它可能是難度 非常高的笑話 這個是要一個騙小孩的故事 所以裡面就要盡量弄一些矛盾 就是荒謬 荒唐 這裡是由國王跟皇后 做審判長的一個法庭 然後有軍人 然後有陪審團 整個規格非常完整的一個 審判庭 一個法院 他們要審什麼事件呢 誰偷吃了我的蛋黃酥這樣 這個 這個皇后擺了一瓶 擺了一盤tart 就說蛋黃酥了 蛋塔 擺了一盤蛋塔 在桌上掃了一顆 可惡 誰偷了 誰偷吃了 為了這件事情 還找了一個掉在地上的 聽起來 看起來就是一首莫名其妙 完全沒有意義的詩 變成了一個呈堂證物 證明就是誰幹的 然後就在裡面 非常認真的 非常認真 每個人都戴著假髮 非常認真的審判 但是整件事情就充滿了荒謬 最後愛麗絲就受不了 你們這群蠢蕩 然後就起來翻桌子 然後他翻了桌子以後 就是那個扑克牌 十倍的是什麼 黑桃 你們都沒有看展覽 還是展覽沒有說 扑克牌有四種 花色對不對 洪心是貴族 在這裡 洪心是貴族 麥蒙 等一下 麥蒙是貴族 洪心是更高的是皇族 就是國王皇后這些人 是洪心 然後方塊是那些 就是大臣 麥蒙是鑽石 對不對 有錢人 SPEED我們說黑桃 但是SPEED其實是鏟子 所以他很自然的 他們都是原定 那我們說梅花的那個東西 叫CLUB CLUB有好幾個 很不相干的意思 其中一個意思是棒子 大人的棍子 所以CLUB就很自然的 都當了士兵 愛麗絲在大鬧法庭 所以士兵就跑出來了 然後還帶著其他所有的瀑布 還統統向他圍攻 然後愛麗絲就想說 你們這些小東西敢打我這樣子 然後那些瀑布 剛才就飛過來圍攻他 那愛麗絲就顯然不會怕了 然後就用手 他們通通撥下去 然後他就非常生氣的 想要打他們 後來他就醒了 就這樣子 這是那一場夢最後的地方 那我們就回來吧 這個愛麗絲呢 跟他姐姐坐在樹下 昏昏欲睡 然後他不知道 他自己睡著了 這就是做夢最重要的地方 你不知道自己在做夢 他以為他還坐在 真的姐姐旁邊 昏昏欲睡 他只覺得自己昏昏欲睡 然後呢 他看到一隻兔子 不是一條 一隻兔子 這就是Teniel那個插畫家 樹立的第二個 非常成功的角色 這個兔的角色 在一直到彼得度 都還跟他很像對不對 前幾年 是我們中國的兔年 你到恰好我在美國玩 美國人為了要做我們的生意 到處都裝吃著兔 可是他不知道 中國人心目中的兔 不是這種兔 對吧 我們的兔年不會去 不會去畫這樣形象的兔子 可是呢 整條街上 拉斯維加斯也好 這個洛杉磯也好 舊金山也好 整條街上做的兔子 都是這隻兔子 就是這種兔子 好吧 他說一個兔子穿著 穿著砍尖 然後還拿著這個 長霸的傘 就是一個紳士的樣子 然後還講話 說糟了糟了 我們都說我的媽呀 他這個兔子的話 說我的天啊 我的媽呀 這個兔子說什麼 我的耳朵 我的鬍鬚啊 我要遲到了 我要遲到了 但是愛麗絲後來回想起來 覺得很奇怪 他看到一個穿背心的 穿砍尖的兔子 也沒有覺得很奇怪 他聽到這個兔子 喃喃自語的說話 他也沒有覺得很奇怪 直到這個兔子 從口袋裡面 抓出一隻懷錶來 他終於覺得 忍不住的好奇了 他沒辦法忍受這個好奇 就爬起身來 追著這個兔子 後來這個兔子 帶那個樹籬巴旁邊 那個洞就跳下去了 他就忍不住的 追著它跳下去了 這是他書上寫的說 愛麗絲後來想想 覺得奇怪 為什麼兔子穿衣服 他不覺得奇怪 會講話也不覺得奇怪 當然那是因為 他在做夢 直到他拿出一隻錶來 他才覺得奇怪 這個是一個英文的羞恥 不講英文好了 開著頭就把它結束 我很喜歡這個英文的羞恥 英文的羞恥在許多地方 有他精確的美麗 我們常常說兔子沒有懷錶 兔子不可能會看時間 你真的確定這樣嗎 所以這個英文的羞恥 imply 它暗示一件事 兔子就跟剛剛前面說的 第二集的那個花一樣 很可能花都會講話 只是他都睡著了 很可能兔子都有懷錶 只是他從來沒有拿出來給你看過 對不對 你沒有看過 不代表他沒有 所以愛麗絲這邊的 這一句話的羞恥是說 居然有一隻兔子 可以從他的口袋裡 拿出懷錶來 這是 在第二集裡面還有一個 我很喜歡的羞恥 是說 如果我們家的一隻狗叫做 叫什麼 你家有什麼狗 叫什麼 叫什麼 米寶對不對 假定你家的米寶走丟了 那你貼一個廣告 通常我們中文都會寫說 我家的狗走丟了 牠叫米寶 誰發現米寶 幫我送到什麼什麼地方來 我打電話給誰 對不對 英文是怎麼寫的 說我家釣了一隻狗 牠會對米寶這個名字有所反應 it will respond to the name of 米寶 這個話有沒有比較精確 狗知不知道牠的名字叫米寶 這很難說耶 但你叫米寶牠就來了 牠知道嗎 什麼叫知道 這個認知是什麼意思 這很難說耶 但是用英文來精確的 應該說的很簡短也很精確啊 你不知道牠知不知道 牠的名字叫米寶 但你知道牠對米寶這個名字 會有反應 你呼叫米寶牠就會跑來 所以 好這是 英文修辭跟我們不太一樣的地方 好啦 牠就鑽進去了 就往下跳了 然後後面的那一長串 就沒有留下插圖 就沒什麼意思 好啦 總之 這也是我們樓下展示過的 牠掉下去不摔死才怪 可是當然不能讓牠甩死啊 所以牠下去以後就奇怪 牠就變很慢對不對 然後就越來越慢 然後慢到牠還可以看到 牠掉下去了 因為這整個算是隧道吧 或是這個煙囪 的旁邊開始出現櫃子 櫃子上還擺了一些果醬 然後牠還抓起果醬來看一看 拿起來嘗嘗看 然後再把它放回去 那其實我可以猜想這時候 Louise Carroll還搞不清楚 他自己要講什麼故事 他就讓愛麗絲先慢慢的掉下去再說 然後再慢慢的想 牠將要講什麼故事 對不對 這也是我們對小孩 騙小孩的一個辦法 先弄一些所以有果醬 像我們有冰淇淋 這小孩走這麼高情侶 反正牠就往下掉 然後牠就看到冰淇淋 就抓一口冰淇淋來吃吃看 就這樣先捏捏小孩 但是這一件 這個釣到兔子洞裡面 這件事顯然已經在全世界 我不敢說阿拉伯國家 至少我們 東亞的常常 就是受到西方影響很重的 這個東亞國家跟整個歐美 都是一個大家很熟悉的一個隱喻 就是你掉到兔子洞裡面 你就不知道你會碰到什麼 你會碰到非常奇怪的東西 這個隱喻在《駭客任務》裡面 也用到了 《駭客任務》第一集 Memphis找到 是不是叫Memphis 那個黑人 對不對 跟Trinity那個女生 找到了Leo對不對 勸牠說 事實上Leo是先看到 他的電腦螢幕 好像被駭客害的一樣 那上面給牠一句指引說 Follow the rabbit 那不是隨便來的 那個是在西方的裡面 就是一個經典的認知 叫牠跟著兔子 就是跟著這隻兔子 後來牠看到Trinity的肩膀上面 有一個印上去的兔子 牠就跟著那隻兔子走了 後來把這個Memphis 給牠兩顆藥丸對不對 牠說一個紅的一個藍的 好像是一個紅的一個綠的 綠的藥丸你吃了以後 你就當今天的事情都沒有發生 你就會繼續留在 這個電腦模擬的世界裡面 過著你滾滾噩噩噩的人生 如果你吃了這個紅色藥丸 你就會掉進兔子洞裡 只不過不同的是 這一次你掉進去的 不是Wonderland 不是幻想的地方 這一次你掉下去的 會是Real World 我相信每個人都看過那個電影 後來牠就被找到 牠就被抓出來 才發現原來每個人都在一個膠囊裡面 你所知道的世界全都是假的對不對 每個人都在電腦的模擬世界裡面 好 那個模擬世界裡面 還發生一件事 是跟第二本的愛麗絲夢 有幾幾個關係 欸 對 第二本 第二本的愛麗絲夢 因為我今天不會講到那一本 所以我就先說了 那裡面有創造了一對 叫做白癡雙胞胎的角色 事實上天才與白癡是一線之隔 這個作家常常用白癡 告訴我們一些非常深刻的話 總之兩個雙胞胎就在笑愛麗絲 那時候愛麗絲碰到旁邊有一個國王 國王睡著了 而且睡在一個史達達的草地上 愛麗絲非常好心 想要幫他蓋被子 然後那個 那兩個就說哎呀 你就很笨 還就在笑他講話很大聲 愛麗絲就說 你不要講話那麼大聲 你可以把他吵醒了 那兩個白癲就說 不可能了啦 你不會把他吵醒了 因為你在他的夢裡面 其實你根本不存在 你是被他夢的 然後愛麗絲就很生氣 她說既然我是被他夢的 你們兩個也是 很多小孩會這樣吵架 你們是不是 沒想到那兩個白癡不要緊 說我們也是啊我們也是 我們都不存在 我們全是被他們夢的 然後愛麗絲就很生氣 就跟他們吵了幾句以後 就像小女孩一樣就哭起來了 這時候小女孩的角色就出現了 她就哭起來了 哭起來就跟她說 你看吧 我怎麼可能是夢 我當然是真正的存在 因為我會哭 而且眼淚還是熱的 然後他們就很不屑的跟愛麗絲說 就算你會哭又怎樣 夢裡面也可以哭啊 就算你覺得熱又怎樣 夢裡面也會覺得熱啊 然後他就說了一句話說 我希望你不要真以為你現在弱的是真的眼淚 因為一切都是假的 什麼都可以用假來解釋 什麼都可以用夢來解釋 那一句話就在 在《駭客任務第一集》裡面也發生了 那個情節 來回想一下電影 小童有看過了吧 哎真的啊 那個電影對你們來說已經是老電影了 我們這裡面說不定有可以借啊 駭客任務一 好吧我就破一個梗給你 他進到電腦裡面去了 然後Memphis教他搏擊打架 因為他們相信這個人將來可以躲子彈 因為你在電腦裡面只要能夠知道 知道這個子彈是用電腦發射的 你是要控制那個電腦程式 你就可以躲過子彈 然後他就教他打架搏擊 然後反正你就想像你在夢裡面 有人教你在打架 然後他就教他中國武術 或者什麼武術 反正他就打不過 他當然一開始打不過師父 然後在一個很好的這個房間裡面 有木板的房間 他跟師父打了半天覺得很累 就半歸在地上 一直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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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師父就跟他講 我希望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喘的是真的空氣 我們在電腦裡 我們都是假的 我們現在只有在電腦裡 你到底在喘什麼啊 然後就這麼一句話 然後我們的利歐就開窍 就想對啊 就是整個都是一個夢境 我愛怎樣就怎樣 所以他就從摩天大樓摔下去 不過他第一次還是摔 摔得很慘 所以那一句話呢 就是愛麗絲的第二集的那個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裡面的一個情節 裡面的一句對白 一句對白改掉了 tears 改成heirs 就是眼淚改成了空氣 其他 還有一個 流的根 好 反正是改兩個字 那整個劇情都一樣 好 我講話講得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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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房間沒有出路 然後再找到一個小門 然後在桌上有一把鑰匙 很直覺的拿著桌上的鑰匙去開那個地上的小狗門 然後打開以後趴在那邊看 裡面一個好美好美的花園 這個花園 經過他的漫遊起進一大圈以後 他最後去了那個花園 就是剛剛說的皇后的那個皇宮的花園 可是他鑽不進去啊對不對 這個小狗門太小了 然後呢 這裡其實是當時的家長常常跟小朋友說的事 不要亂吃亂喝 地上撿到東西就吃 你就會死掉 你就會生病 有沒有 可是呢 這個就是反恐 因為你一直要想像 這是跟十幾歲的小孩亂講故事 講出來的故事 可是呢 所以小孩在家裡面一定都受到很多的壓抑 不可以亂吃地上吊的東西 不可以亂喝不明的瓶子裡的水 可是 這邊就故意要 這上面就寫了一個 Drink me 對不對 過一會他會看到一個小蛋糕 旁邊的盒子寫的 Eat me 吃我喝我 那小孩就覺得很爽啊 這個在這裡面的想像就是 反正 Drink me 我就把它喝了就對了 然後他就喝了 喝了以後 咻一下就縮小了 然後跑到那邊 準備要去的時候 你知道 這是一個非常人性的 非常人性的狀況 跑過去準備要開那個門的時候 發現 哇 對不對 門鎖上了 然後跑回來拿鑰匙怎麼樣 鑰匙在桌上 他已經變很小了 然後就開始哭了 然後就看到桌角一個 Eat me 然後吃了以後 他又變大了 然後就可以了 可是呢這個變大變小之間 一開始還不能掌控好 所以他就忽然不小心 又變太大了 變太大以後 他就變成了一里草 對不對 就變得這麼大 這麼大以後 他就開始 他就開始這個胡思亂想 想說 哇 我的腳 怎麼那麼遠啊 然後呢 他就開始自己想說 哦 我可憐的腳 將來誰要幫你 把襪子跟鞋子穿上啊 看來我已經沒辦法了 你得要自己想辦法去 你 你必須自己想辦法 你要搞好你自己啊 你要自己把這個鞋穿好 這一句話其實也是爸媽常說的 我現在沒空幫你穿鞋啦 你要自己把自己弄好啊 怎麼做現在鞋子也不會穿 對不對 其實到這邊都還非常童話 這些都是 小孩常常聽到媽媽說的話 但是這一次聽到是 他自己對自己的交講 因為他的腳變得太遠了 他沒有辦法對著 幫他服務了 然後過一會他就想說 我應該對他好一點 不然哪一天啊 說不定就不願意走了 對 他就不肯走了 不肯走到我要去的地方 他說嗯 聖誕節 我一定要送給他一個禮物 然後呢 還要派快遞公司送去 因為他在一里外的地方 然後這個禮物 大家要知道 禮物上面附一張卡片 他還想說 這個卡片可以這樣寫 Alice's right foot SK 先生 大人 這個愛麗絲的右腳大人 這個 哈 要怎麼說 反正就是親愛的 愛麗絲的右腳大人 然後在 在暖爐那邊 我這個翻譯得很糟糕 這是倒妝劇 反正就是 智 我送給他一個禮物嘛 禮物上面 比如說 比如說一盆花 上面寫的 智 在暖爐那邊的 愛麗絲的右腳大人 愛麗絲的愛 就是 就是誠摯的獻上我的禮物 就是這個意思 反正就是 好笑 然後他自己又自言自語的說 真是的 Oh dear What nonsense I'm talking 我怎麼在講這種 這麼無聊的話 這麼沒意義的話 這個字 出現在這本小說的很前面 大概第十頁 第二十頁之間 他首度的 就是Carol首度的知道了 他自己這個創作的價值在哪裡 就是這個字 Nonsense 後來 有人就把他 跟後面學他做的這種東西 歸類為一種文學 就叫做Nonsense Nonsense就是一種遊戲 就是 前幾天有人問我 為什麼喜歡登山 我永遠不能回答這種問題 我旁邊的 何忠達教授 他是中華三月的理事長 他不知道哪裡學來這句話 他說登山就是 The Greatness of Nothing 什麼都不是 但就是一個偉大的不是 偉大的什麼都不存在 你走上去再走回來 做工等於領 你花了 你花了十天的時間 走上去又怎麼回來 你幹嘛呢 你拿了什麼呢 我也不能拿東西 理論上不能拿東西 就算拿了 你能拿到什麼 你就帶回來一些照片 收掛了 對 反正就是 The Greatness of Nothing 就是沒有 什麼都沒有 那這個Nonsense 你幹嘛寫一個小說 拍一個電影 一定要有什麼大道理 就是大家都開心了 這個 就跟登山一樣 反正最後什麼都沒有 反正到最後 本來就什麼都沒有 所以 幹嘛要有什麼東西 好不好 這裡我想要再補充一個 事情 這艾莉莉是會擔心有一天 她的腳不肯走 你們有沒有問過你們的腳 她想不想做腳 我們對我們的腳 尤其登山的人 對不對 對我們的腳是最不好的 她每天被包在一個很濕很熱很臭的東西裡面 然後她要負責走最遠的路 然後停下來以後 你只會敲你的腿 不會揍你的腳 對不對 明明是她在做苦工 可是所有苦開始都她做 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得了什麼黑死病啊什麼的 無辜腳病啊 你一定毫不猶豫的把它切了 換成一個不修鋼的 或者是太纖維了 跑得更快 有沒有 你們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今天社會上突然要講很嚴肅的事情 很多社會上覺得說 你不公平我不公平 這不公平那不公平 很多人要的公平 或者很多人說的不公平 你有沒有想過其實她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那就是細胞 你對自己的腳不公平嗎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細胞症打算分的話 有人問過你 你想要做手還是腳嗎 你可以選嗎 你的心臟會不會有一天說 我才最累 你們每一個東西都可以休息 我不行 對啊 我就是不幹了 我要休息五分鐘 只要五分鐘就好 你可不可以轉假 你可以準她休息那五分鐘嗎 是啊 這個社會很多人說的不公平 其實換個角度來說就是這個社會的系統 可是這個不公不平的系統 如果變成像印度的種姓制度 你生下來是鐵匠 這輩子就是鐵匠 你兒子女兒全都是鐵匠 顯然是過分了一點 但是從那個極端到什麼系統都不准有 你有我就要有 什麼都應該要一樣的這種信念 這兩個極端好像也都 不太 我們中國人說 古書說 直起兩端而知中庸 這是我們數學家的做法 我們怎麼樣找到終點呢 你一定要先知道兩個端點 加在一起 幾除以二就是終點 直起兩端而知中庸的意思就是說 你要先知道兩個極端 然後你就知道終點在哪裡了 這不是廢話 在數學上面是非常清楚的事 可是我們在人這個人事的思考上面 常常不用這個辦法 設法找到極端 設法想像極端 然後你就差不多可以摸到那個中間應該在哪裡 那根據這個童話 我們會想到 腳真的有可能說他不願意走了 如果腳這個 人的這個身體 是我們台灣的社會的話 真的那個腳會願意 會說我不要走 真的心臟會說我不跳 我不幹了 但是這樣的系統怎麼幸福 所以這系統是必須存在的 所以不公平一定要存在 所以我們會保養我們的手 但是我們很少保養我的腳 有一天我在意大利 就是扯遠了一點 有一天我在意大利 做一個很好的罹患 發現一個很奇怪的東西 後來別人告訴我那個是磨腳繭 是不是 是我第一次磨到這個東西 我非常好奇的拿來磨我的腳繭 磨得非常爽 因為覺得 從來腳沒有那麼多 那麼舒服過 這很好用 就磨啊磨啊磨 花了很多時間 然後又泡溫泉 又磨腳繭 後來發現怎樣 後來發現我穿上鞋子腳就痛了 我沒有腳繭不能走路 走一下就痛了 就磨太過分了 磨得這個腳 嫩的跟臉皮一樣 那怎麼走路呢 所以我覺得 如果在磨腳繭是對腳好 你有沒有問過她她要不要 說不定對她好 不見得是 不見得她真的好 OK 這是nonsense嗎 也許從nonsense裡面 從沒有意義裡面 我們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然後這個愛麗絲呢 很大嘛對不對 就很生氣啊 然後她又鑽不進去了 然後這個時候 那個討厭的兔子又走過去了 然後走過去的時候 愛麗絲就問了她一個什麼問題 然後就 但是因為她的聲音太大了 她已經太大了 所以就把那個兔子給嚇到了 嚇了以後把她的 手卷 手帕跟扇子 那些生翅的手裡還拿著扇子 通通嚇了掉在地上 就趕快跑走了 然後愛麗絲就打哭起來 在這裡 這裡 這裡要幹嘛呢 喔 背道二十 好 這個有點太難了 她開始想說 我這樣子喔 一下變大一下變小 一下變大一下變小 這個時候 他們還在船上 反正還在船上 還在那邊玩 然後她就說 我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誰了 我會不會變得跟某某某一樣白痴啊 她說了一個名字 查證不出來是哪個小孩 可能已經換了名字了 不過你可以想像 他們可能說了一個這個船上的小朋友 都很討厭的一個小孩 我會不會變得跟某某某一樣白痴喔 是不是連99成法表都不會背了 他們沒有說99 他們說成法都不會背了 事實上那個時候的小朋友 事實上 英國到現在還是有一些學校 不是被99成法表 他們的語言很自然的 要唸到12 1 2 3 4 4 13才開始有規則 在他們的概念裡面 11 12不是兩位數 這一點是我們跨越了語言的文化隔閡以後 很難想像的事情 在他們的心象裡面 11 12不是兩位數 在解釋 所以當他們在背成法表的時候 他是背到12的 12的平方等144 這是他們最後的影響 會背起來的 好 所以這個愛麗絲就想說 我是不是變得跟某某某一樣笨 我想想看 想什麼 4乘以5等於12 4乘以6等於13 4乘以7應該等於什麼呢 14 按照這個規則 4乘以 4 5應該是20 但是這裡跟20的關係是說 唉 像這樣子背下去 我永遠也背不到20 這其實很深 4 5 12 是怎麼來的 4 5應該是20 這個的確超出太多人的範圍了 唉 1加1等於10 有人聽過嗎 這個比較簡單 二錦衛 對 數學有趣的事情就是 數學都是假的 假的數學可不可以弄來溝通 假的數學可不可以用來設計計算機 假的數學可不可以用來解物理的 解物理的現象 這完全是不關數學家的事 數學家只管說 我做了這個定義以後 這一切的推論是不是都是自我吻合的 只要是自我吻合的 在數學裡都是對的 所以數學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說 它就像一場像大部分的遊戲 誰對誰錯 就看有沒有合規則 只要合規則的通通合一 這是一個非常遊戲的事情 所以這個Carol就一直在做遊戲 好1加1等於10在2進位裡面是對的 那 對大朋友來說 4乘以5等於12在哪一個進位是對的 在18進位是對的 12在18進位裡面那個前面的10 是我們10進位說的18 然後後面那個2假定就是我們說的2好 所以它就是我們10進位說的20 可是呢在18進位之下 4乘以6應該是多少 是多少 24所以應該是15對不對 對 16 但是它算出來是13 顯然它換了進位 它換成了多少 21進位 對 好吧 我們不要進入細節 我想要說的是最後哪一句話 唉這樣我就永遠算不到20 為什麼呢 一位 假如我們用16進位 來數數 16進位的意思是說 意思要到15才換下一位 那我們今天習慣的方式是 0123456789 ABCDEF F才是15 然後下一個數是10 那個10已經是我們平常說的16了 然後11 12345 1617 18 19 就不是20了 10A 10B 10C 10D 11 10F EF 然後才會是20 因為這個道理 所以愛麗絲永遠數不到20 因為它要碰到我們說的20的時候 它就會先碰到10A 然後10B 然後10C 然後10D 但是因為它的那個潛規則裡面 它的進位系統也一直在改變 你的計算永遠追不上你進位系統一直在改變 所以你永遠碰不到20 就是 最後你會10X10Y10Z 然後再想其他符號 就是那個那個 10進位一定是1 會一直延續下去 我說這很難 好 這樣就夠了 今天不要再講其他數學 然後這個愛麗絲呢 他就開始哭啊 他哭的眼淚就很大顆啊 但是他沒有注意到 他拿起了那個兔子的小扇子 因為他在湧到裡面很熱 一直扇扇扇扇扇扇 他沒有注意到 他一邊扇那個風 就自己一邊縮小 結果不小心又把自己鬆得太小了 然後 對 差點被他自己的眼淚淹死 這個 這句話是 英國的父母親會說的話 會跟小孩說 你不要再哭了 你再哭下去就被自己的眼淚淹死了 這個 也是家長會說的 現在這個情境 他真的要被自己的眼淚淹死了 因為他剛剛很大隻的時候 哭了很多的眼淚出來 然後現在縮小了以後 就被淹在自己的海 他以為他掉在海裡 他後來會了解到 他後來會了解到 他被自己的眼淚淹死 而且旁邊的小動物 比如說小老鼠 也都非常 也都受到無望之災 沒事怎麼做大水了 忽然就淹水了 不知道這個水怎麼來的 然後他都是鹹的 然後這個老鼠也這樣子滑過去 然後這個 這個愛麗絲 大家記得他是英國人 這個愛麗絲 就跟這個老鼠講話 這個老鼠不理他 他以為老鼠聽不懂 其實老鼠只是心情非常不好 誰被水淹的心情會好 對不對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我們所有社會的人都是這樣子 你碰到一個 suppose聽不懂你的話的人 比如說小孩 很小的小孩 你會不知不覺的跟他講外國話 或者小貓小狗 你覺得很奇怪 有的時候你對小狗 就是叫他 sit 為什麼他會聽得懂 sit 這就是我們的一個直覺 這對外來的人 你就是對他講外國話就對了 然後我們會的外國話 大概就是英文 所以我們就對外國 對他講英文 對這個英國小孩來說 他碰到一個聽不懂的 他會想什麼外國話呢 就是法文 對啦 也許是希望以後會是中文 但是現在中國人 還沒有這個形象 你知道嗎 我們台灣只要是化妝品廣告 就用香港口音 你會發現 還是日本口音 還是現在是日本口音 反正就是 我問朱老師 我很少看電視 但是 我確實有感覺 很多化妝品廣告 女性化妝品廣告 美白的東西 就是用外國 口音來配音 這是 這就是一種社會上的這個 我不想怎麼解釋 社會學者 反正這是一種直覺 你在美國注意看看 美國在播 凡是要表現 有品味的東西的廣告的時候 一定是用法國口音 也不敢說一定 百分之八十以上 他就故意講了那個 那種扁扁的 英語的聲音 所以這個愛麗絲 跟當時社會上的人 可能都一樣 他覺得這個狗 可能是外國 不是這個老鼠可能是外國鼠 而他要講外國話的時候 他心裡只能想到法語 他那時候是九年 九歲 三年級 三年級 已經學了第二語言了 他學的就是法語 然後你知道 那個小孩子的那個外國語言裡面 學的話 也不會有什麼了不起的話 其中一句 就是 有什麼意思呢 這很不幸的 我說我的貓在哪裡 Where is my cat 很不幸的 這隻是老鼠 你跟他說 我家的貓在哪裡 這就是 他非常不爽 他就氣死了 就趕快遊遊走 愛麗絲就見了 後來找到一塊比較高的地方 這些被洪水淹到的動物 全部都跑到了這個比較高的地方 然後呢 就大家聚在那邊談論說 到底怎麼回事 怎麼會淹水呢 然後大家身上都很濕 對不對 很冷 很濕冷 然後這些人就說 來我們來想辦法讓我們乾掉 那這裡在 這是在這整個小說裡面 第一次出現蕭關羽的遊戲 就是怎麼樣乾 然後那個 反正就有一隻動 我忘記是誰了 然後就出來說 我告訴你們 我有一個最乾的辦法 然後呢 他就開始演說 演說什麼呢 這又是在求 學校 他有很多求政治的 不過多半都在後面一半 這前面都在求學校 求老師 求爸爸媽媽 這個地方 這個當然是多多鳥吧 他說我有一個辦法 讓大家很快就乾了 他就開始講歷史課了 就開始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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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也可以講數學課 不過這是數學家寫的 不會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講歷史課 所以就開始講歷史課 所以這裡你就開始了解 他在幹什麼 就像我們這邊說 大家都很熱很熱 然後有一個人就出來說 我有一個讓你冷的辦法 他就開始講一個笑話 對不對 然後每個人就說好冷 這樣 那你並不是給他搖扇子 你開始講一個很冷的笑話 這裡這樣就是一樣 每個人都說我好濕啊 然後這邊來說 我要讓你乾 這個乾是乾燥無聊 是dry這個字沒有錯 但是就是無聊 歷史課 無聊的歷史課 好 然後 這又是另外一種這個 這個就是騙小孩的把戲 那個時候你知道 小女孩常常喜歡掛個戒指 可是 愛麗絲在當時的船上 可能真的她掛了一個戒指 可是她並沒有真的戒指 她放的是頂針 就是可能現在已經很少看到了 就是 就是 紅衣服的 什麼要推過去的那個 那個頂針 她手上有一個頂針 所以那時候 故事講到這邊 然後她就要頒給這個 最乾的 第一名 最乾的人物 然後她就很慎重的 拿出她手指上的那個頂針 她說 金衣詞頂針 希望你 這個 接受 我怎麼說 卑微的 we beg your acceptance 一樣 卑微的請求你 接受這個 優美的 優雅的頂針 把這個東西送給她 就是 好到這邊都還是滿小孩的 對不對 然後 然後就講到這個老鼠 這個老鼠就說 哎呀 我有一個 我有一個 又長 又悲傷的故事 英文說 Mine 他們在說他們過去的 他們是從哪裡來的這樣 然後老鼠就說 Mine is a long and sad tail 那這裡是第二次開始玩這個 這個 這個 就是英文的遊戲 這個tail 是一個故事 也是尾巴 然後 這裡的翻譯就很困難了 對不對 翻譯就很困難了 這個愛麗斯又說 我 我可以看得出來 她很長 但她為什麼很悲傷呢 因為她把那個tail 本來她說的是故事 但是她以為是尾巴 但是這裡 趙元忍的翻譯就是很棒 這個老鼠 下面我寫的是趙元忍的翻譯 我這個尾啊 怎麼說 我的歷史啊 說來可是又長又苦又委屈啊 愛麗斯聽了 瞧著那老鼠的尾巴說 你這尾 是很長很驅沒錯 可是為什麼說它苦呢 總之啊 就是尾區 也是我們會中文說的話 然後尾區的那個尾 尾巴的尾 童音 是趙元忍在1938左右翻譯的 後來他翻譯了第二次了 但是那本書在重慶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重慶被炸了 然後被燒光了 後來他很老的時候 到了美國去 又憑著記憶再寫回來 然後在那本書裡面呢 這個 這個 這個老鼠就開始說它那個 委屈的故事 那 那個委屈的故事被排版成一首詩的樣子 然後那首詩的排版 這是 但是 在那個時代 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事情 這不是用電腦排的 反正就是排版 是用千字排版 這個千字排版 就從十號字 九號字 八號字 七號字一直做到三號字 一直縮小縮小縮小 然後 好 好 然後呢 現在這個時候 要換場了 差不多在這時候 其實 我們 Carol對一船的小朋友講故事 差不多講到這 他們就 那天的遊戲差不多要結束了 那天的遊玩 結束了 爸媽終於要把小孩領回家了 所以他終於可以不用再講下去了 可是後來小朋友一直回來鬧 所以後來是好 再繼續掰 其實 你讀故事書也蠻清楚的 到這邊好像是一個場景 要結束 然後誰來換場呢 就是那個 她把愛麗絲誤認為是 她的女婆 對她大罵 你把我的這個 趕快回家去 我來去參加宴會 我的這個 手趴掉了 扇子也不見了 趕快回家給我拿 然後這個愛麗絲 就傻乎乎的 被人家罵了 趕快跑這樣 然後就做夢 一跑就跑到她的房子 前面 然後就進去啊 進去以後 她又不要吃了什麼東西 這一次又變得很大 然後 動這個大都不得了了 然後就塞滿在房子裡面了 然後呢就出現了一個 這個蜥蜴的人物 叫畢二爺 這是 照原刃翻譯的 然後這個畢二爺呢 就進不到房子裡面來 因為被愛麗絲塞滿了 然後兔子就拆遣 這個畢二爺可能是 可能是兔子的朋友 可能是他的場工 總之這個 這個 畢二爺就想要從煙串爬下去 而煙串下面當然就是壁虎的口 然後艾麗絲呢就 你知道那個時候的童話故事 不太有環保意識 也不會愛護動物 現在寫童話不會這樣寫 一定會愛護動物 那時候呢 艾麗絲呢 就知道那個壁虎要從蜥蜴要從煙串上爬下來的時候 他就很壞心 快要爬到的時候 他就用他的大腳朝著壁鱸一踹 然後 他就飛出去了 這個東西就是你們樓下的空氣泡 有沒有 對啦 但是其實 你也可以做一個把 逼二爺噴出去的空氣泡 一樣的道理 就是這個洞很大 然後 然後 擁抱很窄 然後這個腳就往裡面一踏 整個氣就灌進去 然後他就 他就被噴出來 噴出來以後 然後他們就這麼有鬼怪 很可怕 然後就叫了工人來 把房子拆了 要打裡面的鬼怪 然後 艾麗絲就趕快再吃其他的東西 他又縮得很小 縮得很小 跑出來以後 又碰到一隻狗 他本來很喜歡狗的 但這一次 他很擔心狗把它吃了 那個時代真的跟我們很不一樣 現在你大概碰到狗 我不會想說狗會幫你吃了 不過事實上 你千萬不要在寒暑假期間的 中大校園裡面 跟狗玩 那個時候的狗都很餓 他真的會咬人 很多很多的同事 或者是小孩 在校園裡面被狗追得咬過 因為 我們平常都有人在餵狗 我們這個校園 平常都有人在餵狗 可是放寒假的時候 大家都回家了 所以 也留下了很多餓狗 然後 真的會咬人 所以 這個故事裡面真是這樣 他很擔心自己被狗吃了 所以 他就趕快把這個狗 支開 就趕快拼 沒命的跑 跑到跑 然後就碰到了 這個有名的人物 這個角色 毛毛蟲的角色 這個角色是 這一本故事書裡面 塑造出來的第三個 成功的角色 這個角色 後來在很多很多的 包括黑幫電影 都會出現這樣的角色 反正就是 他一邊講話 就一邊重演 講話講得聲音沙啞 非常的緩慢 每一句話 他聽起來很睿智 但是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那樣的角色 這個毛毛蟲的角色 好啦 然後這個愛麗絲 就問他說 我是誰 就搞不清楚他自己是誰 這個 他說這種事情 就好像周星馳的對 這種事情 施主啊 你要問自己啊 然後就開始有了那樣子的一些 很哲學的對話 就是從這裡開始的 然後譬如說 他又說 我怎麼樣可以控制我的大小呢 這個毛毛蟲就說 你抓的這個 他坐在一個蘑菇上 你抓的這個蘑菇啊 這個蘑菇的一邊 會讓你變大 另外一邊會讓你變小 愛麗絲這時候 就碰到一個嚴重的數學問題 圓 的兩邊在哪裡 這是個蘑菇 一邊會讓你變大 另外一邊會讓你變小 是這個邊在哪裡 後來他想通了 後來他的想法 管他的 他就把手伸得最遠 這邊抓一塊 這邊掰一塊 吃吃看這個 吃吃看那個 後來他就學會 如何控制他的大小 但是 當他還沒有完全學會的時候 他就 這後面是一個 這就寫不說了 反正這裡就是 這個 好 簡單說一下 我是誰 如何確定自我意識 我們怎麼樣確定這個人是誰 這個最近我才看了一個 很多人說 口碑不好 麥克風不好的電影 英文叫做 Transcendence 超越 強尼代普的電影 據說有人說 他是強尼代普拍過的最難看的電影 叫做什麼 全面進化 怎麼進化 全面進化 全面進化 哎呀 今天好多人都會看電影 全面進化那個電影怎樣呢 強尼代普死了 但是在死以前 因為他們在完成工智會 把他腦波裡面的記憶 全部輸入到一個電腦裡面去 然後那個電腦就好像強尼代普 可以跟人對話 也知道他跟他的妻子的過去 第一次怎麼見面的 鳴過什麼雨 在什麼地方吃了什麼東西 如果有這樣的一個機器 可以這樣跟你說話 你會不會覺得就是他 什麼叫做我的存在 除了身體以外 我們到底擁有什麼 怎樣是得到我們的 一個身份 當然是外形 但是仔細再想一想 其實是什麼呢 是你記憶 是你的記憶 一個失憶的人 就可能放在每一個人身上 這是很苦的事 旁邊的人都知道他是誰 可是他不知道任何人 他不認識他的兒子女兒 那個時候 這個人 可不可以算是死了 除了他周圍的人 不忍心以外 我們說很沒良心的話 除了他周圍的人 不忍心以外 他自己的活跟死 到底有什麼差異 我們一輩子 能夠留下來的 只有什麼東西呢 也許你會覺得有財產 也許你會身後有名 但是你身後的事情 老實說 可能你根本不知道 我也不敢說真的不知道 我也沒經驗 你可能不知道 你真正擁有的事情 只有記憶而已 如何證明是你 對不對 通常我們在電影裡看過很多這種情節 如何證明是你 你一定要問一個 可能只有我跟你知道的事 你才能證明那是你 所以 當他在產生一個疑惑 我一下變大一下變小 當這個毛毛蟲會說你是誰 萊莉絲真的不知道我是誰 他不敢肯定我是誰 剛剛九九十話表也背不出來 對啊 這是很麻煩 我不知道我是誰 我不太確定我是誰 那毛毛蟲基本上就是說 你背一首詩給我聽啊 九九十話表不會背 你背一首詩給我聽啊 你看看你還有多少記憶 你記得什麼 那就是你 你記得什麼就是你 然後再開始背一首童謠 這首童謠 我們大家不太清楚 因為這是英國人的童謠 但是他本來就是把一首童謠 給改 改得糊裡糊塗亂七八糟的 然後背到最後一句的時候 他自己也自言自語的說 這聽起來好像就是不太對耶 然後那個毛毛蟲又說 這是完全的不對耶 完全的不對耶 然後艾麗絲就教他怎麼變大變小 就是發了這個 這個兩童就變大變小 欸我的時間快要到了 然後呢這邊是最後 欸不是最後 欸還有一次明學 他變大開始沒有把自己的這個 這個控制得很好的時候 他的脖子變得很長 然後就一直往上伸 就伸到了樹林上 碰到一隻鴿子 鴿子呢 母鴿子正在孵蛋 那母鴿子就大吼 你們這些蛇啊 這太可惡了 就好像我很閒 我每天要孵這麼多蛋 還要出去抓蟲子 我好像這樣還不夠累的樣子 每天還要來偷吃蛋 然後艾麗絲就說 我不是蛇 他說那你說 敢說你不是蛇 你是什麼 我是小女孩 你這樣長得哪像小女孩啊 但是呢我告訴你 你敢說小女孩不吃蛋嗎 這就懶了 他每天想要吃兩個荷包蛋 所以他說可是 真的小女孩是有吃蛋沒錯 可是我不是蛇 然後這個鴿子就說 我管你的小女孩是蛇 對我來說吃蛋的就是蛇 這句話有沒有道理 就功能來說 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 一加一可以等於鐵 我想說 知道這個 哇 謝謝你提醒我 好久都沒有想起來這句 一加一等於鐵 是啊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 等一下等於鐵 它也可以等於十 我們剛剛都知道了 就是它就是個功能 你要說一是什麼 你要怎麼解釋一是什麼 然後你怎麼知道二是什麼 我們從小還不認識字 事實上可能什麼觀念都沒有的時候 爸爸媽媽就教我們背 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一次背到二十 然後背到一百 當你可以對著你阿嬤第一次從一背到一百的時候 你一定會獲得很好的獎賞 對不對 是每一個人就是這樣長大的 你知道一二三是什麼嗎 一加一為什麼等於二十 正確答案之一 是說 因為二就是一後面的那個整數 而加一的意思就是下一個整數 所以一加一等於二的意思就是說 一的下一個整數的名字叫做二 如果它的名字叫做三 那一加一就是三 但是三竟然是偶數 所以 這一切都是名字而已 這個名字有什麼道理 我們從小背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的時候 它根本沒有道理 然後我們慢慢的學會了它很多種用法 所以重點是說它有什麼用 它用在什麼地方 只要這一切的用途都是可靠的 可信的 那我們就繼續用啊 所以 對 鴿子來說 小女孩跟蛇有什麼不同 沒有不同 它們都會偷吃我的蛋 後來它終於這樣子亂搞一通 搞完了以後呢 就會控制大小了 然後 其實我的時間要到了 接下來呢 它就碰到 然後這裡有一隻青蛙跟一個蠶蠟 然後這兩個都是仆役 你知道這個 我們有一句話 有一句話說 叫什麼 小鬼難纏 或者是狗眼看人地 總之 仆役其實 常常會對人非常不禮貌 對吧 他們的眼睛都長在頭頂上 然後這裡天生的眼睛長在頭頂上的東西 他們 就是很做作的 很做作的 這個傳遞了一個邀請函給女伯爵 這個地方又出現了一些遊戲 那個步道館 女伯爵的形象 是一個醜的形象 我買了一本書還沒多萬 叫做醜的歷史 醜也有歷史 它這個形象呢 就是這個 這個女伯爵的這個樣子 是大有來的 超大的 超級大的頭 好 但是它很醜 對不對 這個醜的形象是從哪裡來的 就是巫婆 但是 十九世紀的巫婆 所想像的那個巫婆的形象 是來自於十七世紀 十七世紀 來自於十六世紀 最終最終我們查到 也不是說查到 反正可能 它也可能不是第一個 總之有名的一幅畫 知道嗎 就是那個時間 但我忘記了 是達文西還是米開朗基隆 他們畫了一幅畫 看筆畫 就叫做女伯爵 那個女伯爵 差不多就是這個樣子 後來那一幅畫 就漸漸被發展成醜的標準 畫家為什麼一定要畫美的東西 誰規定 他能夠抓到醜的特徵 把所有醜的特徵集中於一張臉上 這也蠻了不起的 所以那是一個很醜的臉 總之 他就 反正Teniel就用了那幅畫的形象 放在女伯爵上面 這個女伯爵在這裡也是蠻可憐的 他也沒有說那麼糟糕 好總之 他有一個小男嬰 男孩子 他對這個男嬰非常的壞 然後 後來 在這後面 他還改編了幾首童謠 把那個童謠都改編得非常邪惡 非常無聊 但大部分的童謠我都不會唱 只有一首我知道的 一山一山非常驚驚 漫天都是小驚驚 然後他把它改編成 再經過翻譯 一山一山黑乎乎 滿天都是小蝙蝠 小蝙蝠 蝙蝠應該是蠻讓人害怕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這個小孩子在哭 通常做媽媽的應該都是保著他輕輕的一直搖 在這個故事裡面 這個小孩哭 後面的那個雛娘 也是一個非常惡劣的人 那個小孩 小孩在大哭 她說這哭得不精彩 就拿胡椒把它撒下去 然後就大哭以後 這個媽媽就把它拿起來這樣 不是搖是甩 然後還把它拿起來 敲在桌上 後來愛麗絲實在看不下去了 就把這個小孩救走了 抱著他走進樹林裡 但是一直 他就一直拱一直拱 然後這個愛麗絲突然發現 這明明不是小孩 這是一頭豬 他就把它放在地上放生了 他就跑走了 就是荒謬 但是這一段話 這一段情節 被後面的人拿來指責Carol有性別歧視 Carol的故事裡面 只出現這麼一次小男孩 其實她都是小女孩 小女孩都是優美的可愛的 小男孩就變豬了 然後就被放生了 這一幕就是 他抱著那個小男孩 那小男孩變豬 他就把它放在地上把他放走了 在森林裡面 就突然出現了這一隻彩菊貓 剛才這隻貓其實是女伯爵家的貓 在這下面 在這下面 但那個時候他沒什麼角色 這時候在戲裡面就突然出現了 然後愛麗絲就向她問路 這句話非常的有名 很多很多人都在不同的地方看過 愛麗絲問說 我該走哪條路 因為她在一個岔路口 然後就說 反正愛麗絲說 Would you tell me please Which way I ought to go from here 然後就說 That depends a good deal on where you want to get to 然後就說 那得要看你去 你想去哪兒啊 可是愛麗絲哪知道她要去哪兒啊 她根本不知道現在在哪兒 她就說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關系 她還沒說完了 然後貓就搶著說 那 It doesn't matter which way you go 這是很多年輕人碰到的問題 你也不知道你想做什麼 那怎麼辦呢 就抓一件手邊的事就做吧 就全心的做吧 你也不曉得這個 像數學系的人常常說 我不知道我讀數學要幹嘛 那你知道你現在要幹嘛嗎 通常學生就會愣在哪裡 既然你不知道你還是讀吧 眼前的事情先做好嘛 那我也不曉得我是想要讀高尾還是要讀代數 你先讀看看哪一個會過就讀哪 會過代表 除了老師放水以外 對不對 在我們學校不會了 會過代表你必須要有天分 朝著比較有天分 比較有自然的事情去做 做做做你也許在這個過程中 就算是你後來沒有做這件事 但是過程中你還是磨練了自己 鍛鍊了自己還是學到東西了 而且只要把一些事情學夠深 有一次這樣的經驗 第二次就不會怕 或者第二次就有方法 知道怎麼樣深入到一個 自己不知道的領域去 所以 好吧 這裡就隱身有點過多了 然後這個貓都在樹上 突然在那邊出現跟他講一句話 然後突然就不見了 等他走一走 貓就在那邊突然出現 然後突然又不見了 然後這樣三次以後 海力士就不爽了 就跟他說 你不要這樣突然出來 突然不見好不好 這樣會弄得我的頭暈啊 這裡是玩一個非常深的 算是非常深的 語役學的遊戲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要突然的出現 意思是說 意思難道是說 你要慢慢的出現嗎 好像也有這個意思 但是總之 我就說這個深嘛 這個貓就說 好啊 他那時候是出現的狀況 他說好啊 他就沒有突然的消失 這一次他從尾巴開始消失 然後慢慢慢慢 屁股不見了 肩膀不見了 爪子不見了 頭不見了 剩下一個嘴 還在那裡咧嘴的笑 艾麗絲就說 這裡這是個很淺的文法的遊戲 艾麗絲就說 我常常看到一隻有笑的貓 沒笑的貓 但是 這倒是我第一次看到 沒貓的笑 這個英文說 I've always seen a cat without a green 那這一次呢 我突然是看到 a green without a cat 用中文也蠻好的 那這就是影像淡出的效果 這個影像淡出的效果 我們今天是常見 在手機就可以做 沒事吧 我不會啦 總之這是我們今天常見 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1862年 這本小史 這本故事書裡面所寫的 而且明確的寫出來 明確的想像出來 而且還畫了插畫 這是第一次 淡出 你看那個東西慢慢的不見 在跟你說話 這是個非常卡通的效果 但是 在那個時候 這是第一次的想像 放進了文學裡面 文字裡面 後來到了19 20世紀初 開始有電影以後 這個東西就可以實現了 但是 我們當然也不敢說 做電影的人 是因為讀了這個故事 才來實現淡出效果 不敢這樣說了 但是當然是有可能 而且這個效果 就影響到其他的作者 就會開始在電影還不能實現的之前 他們就開始在想像 在文字裡面想像 這個狀況 對不對 好 然後他就到了封茶會 下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就要出現 封帽將 這個也是英文裡面說的 這個人是 as mad as a hatter 他跟帽將 帽將做帽子的人 他跟帽將一樣瘋 究竟帽將為什麼會很瘋呢 其實也不過就是押韻而已 as mad as a hatter 這不是押韻 但是也是有點道理 因為這些做帽將的人 要揉皮革 揉皮革用的東西就是水銀 那水銀用多了當然 牽中毒的機會就會變多一點 就容易中毒了 就是中金屬中毒 中毒以後的人就會瘋瘋癲癲癲 所以可能那個時候職業傷害之一 就是這些做皮革的人容易發瘋 容易瘋癲癲癲 好這裡呢是整本書最精采的 雙關禦 哈 不敢說 第二精采的雙關禦 後面女活絕出現的時候 才是最精采的 但是我一定要停在這裡了 如果大家看了一點英文 所以我有一些一點的願望是 很多人都听说过这本书 就像很多人都知道许多经典一样 但是如今已经很少人真的读经典了 如果15岁以上 15岁以上的英文程度 大概就可以自己读这个经典 希望今天就是给大家一个勾引 去读经典 真的读一下这本书是在说什么 如果你前面觉得有点困难的话 从这一章开始 这一章是真的经典的开始 是他脱离了跟小朋友讲故事 那个乱七八糟讲故事 然后求他的老师 求他的爸妈的那个情境 他真的要进入了不起的世界 当然第二本书更了不起 但是不好读 比较不好读 从毕业或从第三页开始 就有一个障碍 不好读过去 但是这里还好 没什么障碍 这里就是很多莫名其妙的对话 他把这个nonsense 已经刻意的去经营nonsense 比如说 这表怎么坏了这样 我已经用很好的油了 你用这个油根本就是不对的吗 我就明明在上面涂油啊 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表就不会修好 他在说那个油是什么 后来才知道 他在涂奶油 他在他的表上面涂奶油 因为他的表不会走了 然后爱丽丝说 奇怪你这表好奇怪 你这表怎么会 只走日子不走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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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中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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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话就说 废话 你那边的 你那边的表会走日子吗 不会啊 他因为日子都不动了 他说那不是废话 我今天就这样 你这话听得懂吗 后来才搞懂了 原来在那个地方 他们常常打 他们唱歌的时候打拍子 打拍子 beat the time 打拍子 beat the time time就变成了一个人 他说因为你常常beat他 打他 他不爽了 所以他不走了 所以在我们这个地方 时间是不动的 只动日期的 所以干嘛我的表 时间要 时钟要走 我只要走日子就好了 有没有这个道理 其实很有道理 如果你这个世界 每天都四点半 只有日子不同 那你的手表 不需要走时间 只要走日子 所以这个地方 就背叛狼子 有一天 有的时候突然就 哎 隔日了 可是他们每个人 就隔一个座位 明天的下午茶 现在开始 就这样子 换一圈 然后扯了半天以后 爱丽丝什么都没有喝到 然后那个兔子就说 哎 就假装殷勤 说哎 多喝点茶吧 爱丽丝就说 什么多喝点茶 我一口都没喝了 什么多喝点茶 那我也没说错啊 你没喝醉 才是多喝点茶 你如果喝太多 我就叫你少喝点茶 这有喝到 这种东西 用英文说 是非常有趣的 用中文翻译 有一点挑战 但是我刚刚说的 好像也都可以 其实可以翻译的 但是你要设法 把它转换过来 这个思考的过程 本身是非常有趣 但已经有人把它 好好想过一遍 就是赵元人 后来有很多人觉得 赵元人的翻译 跟我们今天的国语 华语 有一点隔阂 所以很想要重翻一遍 就是彰化 这个礼拜天 他会过来 我想这是一个不错的点 我停在那边 然后我们可以沟通 请彰化从这里说起 从风茶会开始说起 看他的漂亮的翻译 然后后面还有 跟女伯爵的对话 还有跟海底两个 无聊的生物的对话 都非常精彩 如果你要自己回家读书 也许你可以扣掉前面的 那个比较真的像童话的部分 从这一章风茶会开始 往后看 好吧 我们就这样 谢谢 谢谢 大家应该是意有为敬 所以就 那个谢赛老师帮我们 就顺便引致了下一位 我们演讲的讲者 就是张华老师 那张华老师这一次 非常的情谊相挺 我有跟一些朋友们分享过 就是他现在其实人在美国 我现在说话这个时间点 他人在美国 那他星期天 当天的飞机回到台湾 第一站是到这里来 所以我说这真的是 绝对的情谊相挺 所以如果在座各位 还没有报名 星期天的那场的话 欢迎继续上网报名 那刚刚这个就是 就是我常说嘛 你失去时间感的时候 就在港那个东西 那个活动太精彩 所以你会失去时间感 刚刚的这个两个小时 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那我一开始的时候 有跟大家就是介绍过 就是我们会在今天的 回馈的问卷里头抽出五位朋友 然后我们会资赠很简单的小礼物 那除此之外 就是我们也会在所有参加的朋友当中 我们请赛老师选一位 他觉得最新有期期间的回馈 然后会送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礼物 所以说现在的时间 我们就一边开放各位 就是提问 另外一方面的话 就是你如果问卷还没有写好的话 也可以继续填写这个问卷 所以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跟我们向老师分享讨论 请教的 不要客气 我先翻门弄斧一下好了 就是刚刚向老师有提到那个 我们下面的这个 我先问一下 已经看过展览的朋友 可不可以先举个手 我还以为你 对 我以为几乎都看过 谢谢 所以大概一半一半 这算是玉席 这是玉席也是负席 那我分享一下 就是刚刚有提到那个 我们第一站 其实在展览的第一站 你会爬进兔子洞 然后你会掉到一个兔子洞 赛老师刚刚有跟大家介绍 那个爱丽丝掉进兔子洞的时候 它掉得很慢 那这个东西其实当时是受到 一个想法的启发 就是当时有人提出来说 如果我们在这个地球 地表钻一个洞 穿过地心到地球的另外一头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是不是可以用最快的方法 从地球的这一头到另外一头 所以小朋友在钻我们的兔子洞的时候 我常常跟他们开玩笑 你可能出来 你可能在美国 可能到加拿大之类的 好所以 所以 那观的 从地心的另外一段在大西 大西 好 朱老师地理要重修 好 那 有一个网站 这边帮你算 是 好 大家可以回去就是参考一下 那所以说这个可以解释 刚刚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它为什么会不会越掉越慢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 大一普悟的一个物理问题 当然现在很多高中生就已经会算了 你穿挖一个洞 那你这个东西掉进去的话 它的速度变化情形到底是怎么样 那你大概可以想象 你越到地心的话 就是你收到的那个重力 吸引跟 反正这个不讲数学 我们也不讲物理 好 那有没有朋友有问题 想要请教我们 沙老师 停 我想请教一下 就是我们以前读过的那个中文的版本 基本上都觉得 就是跟今天讲的那个情节是有出路的 所以我在想说 这个原文的版本 现在还看得到吗 我整理一下 我忘记我几岁的时候 三十多岁的时候 重新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从别人那边听说这个书多了不起的时候 其实我的反应跟你们很像 我觉得这本书我知道啊 我小时候读过啊 我超无聊的 后来 我了解到 我不知道你读的 你说的那个中文 你觉得不太有趣的版本 跟我小时候读的一不一样 我读的是东方出版社 它从哪里截录的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它不用赵元人的翻译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我小时候读的 东方出版社的那个版本 把所有难翻译的都没有翻出来 所有有趣的都是难翻译的 它通通没有翻译出来 就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故事 那我们小时候都会听说 这是世界明珠 就买来看 看了都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无聊必了 然后就把它淡忘 就把它丢到一边去了 这是很可惜的事 等到我后来又了解到原著这么厉害 再后来我发现赵元人的翻译那么厉害 当然他的翻译毕竟是民国三十年 的确跟我们现在的语言不太一样 所以你也许可以看赵华的翻译 总之原文本呢 反而很好买 因为它已经没有版权了 这本书我记得在我们的敦煌就有完 而且是 我刚刚说它其实有两本 两本合定在一起 好像只要180块 还是一块 原文反而便宜 因为它没有版权 那你如果要买有插图的漂亮的插图 彩色全页插图的话 现在在欧美很多的新锐画家插画家 都很想要为它重新画 所以至少我是要三个版本 有新的插画家为它重画 那为了那个插画家的画是有版权的 所以就拿那个不要版权的英文 配在一起 就印了非常大本的精装本 非常美的彩色的书就重印了 那其中有至少两本 我知道也翻译这种中文 好像是当代经典 就是出那个Business Week 那个叫什么 英语杂志 就是出那个News Week 反正就是很多国中生的家里面 都会订的那个英语杂志的 那家出版社引进进来 然后翻译 他用的插图是新的插图 但是用的翻译 基本上是找原人的翻译 然后找了一些人帮忙改了一些内容 所以我还没见过中英对照 我觉得那会更好 如果有人要投资出版的话 反正你买得到 他是中英对照的 可是他没有很漂亮的插图 对吧 对对不起 我刚刚要说的是 新版的非常漂亮的插图 然后中英对照的 我还没有见过 我又帮人家做广告了 说不定现在敦华就有卖 請幫我自己家等我好買 請問我自己家等我好買 請問我自己家等我好買 請問我好買 要不要請阿朋友不要出現 請問我來 這個愛理聖的內容區界的話 有被其他住民的簡直化住的作家改變過嗎 例如隔離聖結婚紙是有男生可以 我不認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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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說 這是一個好的文學問題 但是我猜想沒有 但是 說到文學我真的不敢說 但是我們知道在很多電影裡面 很多電影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改變 許多年前其實我接觸這個故事 是從跟英文系的林文綺老師合開一門課 然後我們一起講這本書 一整個學期就是讀原文本真的是講完 林文綺老師大家或許知道他的人都曉得 我們學校的107電影院是他創辦起來的 他其實是研究英美電影的人 他在講那門 他在跟我們一起開那門課之前 就非常努力的去收集所有跟愛麗絲有關的電影 他可以找到超過10個版本 對 其中一個色情版很有意思 但是他從來沒有借我看過 他只是一直掉我的胃口 他有一個色情版 我覺得所謂經典 後來被稱為經典的東西 他一定會活在別人的作品裡面 重新被創造出來 所以他一定會重新的被創造 但是在文學的領域我就真的不敢說 我現在腦筋反映出一件事 我跟你分享 有一個叫Alex的男生 A-L-E-X 最近出版了一本非常熱銷的數學科普的書 他的書名就已經抄了愛麗絲 因為他恰好他的名字叫Alex Alex's Adventure in Numberland Number 樹 樹的世界In Numberland 所以我又想到有一個Quantum 講量子力學的書 出版了還蠻早的 就是Alex in Quantumland 就是用這個梗 用這個大家熟悉的名稱 就已經我們知道一些書 雖然那裡面跟愛麗絲可能沒有關係 他只是利用了這個情節而已 好吧 我只能說這個問題 其實我不知道他答案 好 謝謝 謝謝 好了嗎 好了 讓我們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等我們錢多一點 請問一下 謝謝 謝謝 那蔡老師通抽五位 蛤?你不是看他的內容 沒有,那個是領捐,是F12 蛤?這純粹是抽獎 對 這是跟妳去的問題 這是到6號嗎? 9 抱歉6號,這是9號 9號問卷是哪位?請舉手 謝謝,我們辦 好,再4小時 哦,那親筆很漂亮 21 好 謝謝 那我們請工作人員現在回收一下問卷 15 恭喜 7號 4號 好 好 最後一公 6號 6號 公平 好 好 謝謝 好 謝謝 很難 OK 對 對 對 很難 很難 好,沒問題 對 對 我 很難 橘捨 稍稍後我已經把定位去了 哈哈 哈哈 再去拿 還禮物給他 可以 可以 沒問題 再去拿 好 我們看一下 還有看展展的人可能不知道這是什麼 看過展展的話就知道 這是我們整個展開現場的五星黃紅小隻的公仔 好 可以 我可以 按照表現正解 哈哈 我叫莎老師來做壞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現在就是台北 林彥霖 問卷18 簡宇如 請出列謝謝 好像是簡宇如的媽媽 高彥宇 高彥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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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請去 先照照 因為我只有一個 你先來頒獎 他要拿出來 我另外兩個公仔還沒來 謝謝 這是可以吃的喔 可以吃的 這是可以吃 好啦 好好吃 不能吃 都在這裡 要吃三個 是 好啦 這個 有幫忙 給我 讓我等一等 中文字幕——YK